史莱克学院中居然有人惨遭血藏 其中酱猪最让人惋惜 剩余两位竟直接被人遗忘 首先就是酱猪 他是当初柳二龙所创学院的学生 刚出场时 是35级治疗细魂增 5魂治疗全杖 后来在柳二龙成为史莱克学院副院长之后 酱猪也成功进入到了史莱克学院 而且酱猪还和史莱克七怪一起参加了魂师大赛 这样一来 酱猪马上就被七怪中唯一的单身马红俊盯上 可惜酱猪说不喜欢身材胖还不够帅的人 之后胖子也索性放弃 但最后酱猪却遭遇血藏 也算是可惜了这么一位美女 而另外两个史莱克学院学生 很多粉丝都遗忘他们就是精灵和黄源 其中精灵的五魂极其特殊 他的五魂乃是骷髅 可以无视伤害攻击敌人 而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35级 世敏攻系战魂尊 虽然论天赋比不上七怪 但在同龄人中也算不错了 最后就是黄源 他和精灵一样也是35级 五魂是冰狼 没有什么特点 因此等到魂师大赛结束之后 他就没有戏份了 不得不说这三个史莱克学院的学员真是惨 要知道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 他们与七怪同处一个学院 最后的差距却是天壤之别 由此可见有一个主角带队的重要性 尤其是其中的酱猪 如果他同意和马洪俊交往的话 想必未来也将迎来反转 结果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如今酱猪的魂力等级应该连魂胜都没有达到 对此大家怎么看 感谢观看